喜欢鬼滅之刃的小伙伴都知道 鬼舞时无惨心狠手辣 就连部下都能够随意抹杀 然而就是如此凶残的无惨 却对夏贤之五类特别照顾 为的实力相比 其他鬼月而言 也并不是特别强 为何他能够得到无惨的毒宠呢 关于这一点阿维 我就带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吧 看过鬼滅动漫的小伙伴 对类应该都有所了解了吧 他是那甜之珠山的boss 也是无惨手下的十二鬼月之一 虽然看上去是一个小孩的模样 但是性格却非常凶狠残酷 力量也很强大 在动漫中有这样一段 累的家人说他深受那位大人的赏识 因此允许他把自己的血液分给其他的鬼 要知道这可是上贤的鬼才有的权利 由此可见无惨真的很器重类 十二鬼月有上贤与下贤之分 累个为下贤之五等级 已经算是很低的了 按理来说无惨应该不会太在意他的 然而后面类被孤刚义勇斩杀 结局这个消息后 无惨便决定解散下贤之鬼 原为解散实微抹杀 其实无惨一直以来 被下贤都是颇为失望的 那么他为何要等到类死后 来动手抹杀下贤呢 或许真的是看在类的队上 才没有提前解散下贤 虽然这只是阿卫我的猜想 但也并不是不存在这一可能 类身受无惨赏识是公认的 因为他的存在 而迟迟没有解散下贤 也是有可能的 综合来看无惨确实很看重这个孩子 那么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结合剧情来分析的话 这或许和类原本的身份有关 无惨或许能够在类的身上 看到自己的影子 在被无惨变成鬼之前 类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 他甚至不能出门和同龄孩子一起玩耍 整日睡在病床上的类是看不到任何希望的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无惨的到来发生了改变 无惨将自己的血液分给了类 他让这个年幼的孩子也成为了鬼 这就是类的过去 如果仔细观察的话 大家有没有发现类的经历 和当年的鬼舞时无惨有些相似 和类一样 当年无惨还是人类之时 就是个体弱多病的人 还未到20岁的他便被告知命不久已 对于这种绝望与痛苦无惨 实在清楚哭过的 所以这或许就是他对类如此照顾的原因 无惨变成鬼之后已过千年 对于人类时期的记忆 想必也忘得差不多了 或许他能够在类的身上 找到自己当初的影子 重拾一些当年的记忆 或许类对于无惨来说 就好像是自己的影子 他一直将其视为自己孩子对待 不然的话 以他对其他下嫌的态度 又怎么可能会器重 这个鬼月中十力垫底的孩子呢 看来鬼舞时无惨 也并非是一个完全没有感情的家伙 至少他还没有抹出人类时期的记忆 或许他也很渴望 自己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像正常人那样生活 以上内容纯属安慰我的个人观点理解 对此大家是否认同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最后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按赞关注我 谢谢大家